我這一次國民黨徵召 我作為總統參選的 我當時就講了一段話 只要徵召我一定義無反顧 為什麼 我有兩個非常重要的價值 第一個 成為畢業 在官校措訊 了解國家是養我早到 不要忘了那是我的媽媽 媽媽現在碰到了挑戰 國家不安全 國家沒有安全就沒有一切了 不是只有國內安定 我早期還在守國內安定 保護的是人民的生命財產 現在那個國家安全 更比國內還更嚴峻 今天國家有爛 批夫有責 每一個人都要站起來立體 我當然要立體 要拚命 甚至用自己的生命 付出在手不息 所以這是我第一個 要出來參選總統 最重要一個信念 第二個 我是刑警出身 四揮分清情 不好的 害死就抓了就辦了 好的 趕快人 生命人 只要照顧 我們把他照顧好 我是示威分得很清楚 這幾年執政 看到民進黨執政 不管是郝主席也好 不管是我們商工兄 說很多 不要說說很多 人民每一個都很清楚 閉案連連 那麼多的閉案 疫情這麼最嚴峻 還有高端的問題 沒有解決 不要說 綠能的光電 也不要說最近的切蛋 甚至包括 太多的治安的詐騙 有夠了 那到現在執政黨 有沒有真正用心的去把這些問題解決 沒有 我最痛恨的是這些事情 公平正義 就是我當檢查最重要的目的 沒有 第二個 違反我的信念 所以這也是我第二個 要參與總統選舉 第二個最主要的一個信念跟價值 所以這兩個 就是我當選總統 這些問題 我一定全部的面對 全部的 一定要讓兩岸和平 不要像現在 兩岸不和平 好像國內 都說我們在 打這個 戰爭恐嚇牌 其實沒有 我前段時間到美國 碰上台灣的留學生 在那邊工作 他說 唉唷 現在台灣 還要出錢 為什麼 美國的新聞 世界的新聞 每天都在報 台灣 是最危險的地方 是美理在報 然後 他們的所有的外國的朋友 就在問他 他以前台灣在哪裡 他們還搞不清楚 最近美國都搞得很清楚 是什麼狀況都搞得很清楚 原來就是 兵民 兵兵 戰爭 大家行車 所以大家是很緊張 我們國內一直講 好像一番沒有什麼事 不要去掩蓋這個事實 事實就是事實 兩岸唯有和平 守住中華民國 所有事選擇和平 這也是我的信念 所以 這是我最在乎的一件事 當然最重要 你當前總統 你一個人是沒用的啦 沒有國會過半 什麼都講的 這我今天來的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要支持 理念相同 守護中華民國的安全 讓兩岸和平 然後 大家站起來 好好的把弊案公平正義 還給台灣人民 所以說我要成立特尊子 我要成立什麼樣的單位 如果沒有大家 起立給我鼎立協助 我手勢也做不成 所以要拜託 志同道和 捍衛 國家安全 維護公平正義 的戰鬥欄 大家一站出來 就像戰鬥欄自己說的 我們來自群眾 人民是我們的力量 我們要把人民的力量 化成我們的戰鬥力 把我們所有的不是只有家當拿出來 要把我們生命 所有一切全部拿出來 就是要贏回公平正義 贏回中華民國的安全 大家到這邊 謝謝 問者說要先辯論再比 市長會接受這個戰鬥 在早上我們選辦跟黨部 都有跟科辦來聯繫 那雙方已經 取得了聯繫 那我們要 兩邊會坐下來談 那不管在哪一個時間地點 我們所有的議題都是開放的 那先坐下來 兩邊把所有的相關的議題 大家對好 大家一起朝 藍白合作方向往前走 那主持人要再問一下 就是現在這個國民黨 還沒有答應要比民調嗎 不過他們現在就率先 要派出金普通和黃建廷來談 那是不是在他們還沒答應 要比民調之前 是不可能跟他們來談嗎 這樣好啊 我也知道他們的策略 他們的策略就是說 能拖就拖 他們認為說只要拖到11月 他們小溪康姆基 他們民調就會上來 其實是這樣啦 但是他們忘記一件事情 其實台灣人民是有自主性 絕對不是說 政黨主席說轉彎 全黨就跟著轉彎 或是你的支持者就全部轉彎 所以這有時候是 一廂情願 那他還講說 他派兩個人 我說可以 那我們就派黃珊珊跟周宇秀 見面就要先討論 先來斷三場政策片陸 再來就比民調 這樣就好了 我猜他一定 一定七拖八拖的 我們也是以總統的深入參選 在過程當中 如果有人要來比賽 我們還是可以開放 但是我覺得是這樣 這個 自從我說要比民調 我看現在公民黨也躲起來了 然後就開始偷自覺 其實還是剛才講的那一句 其實要記住 人民是自主性的 這不是政黨領袖 旗子一揮說 往東 大概就往東 這個 這個 特別特別台灣 民主化到現在30年了 這不是那種 50年前你知道 里長 為什麼 誰說 往哪一邊走 就往哪一邊走 所以老實講 還要這樣記住 這個人民才是 國家最後的主人 所以我覺得這樣 各方在算計的時候 還是要把這個考慮進去 台灣人民已經沒有辦法 像你想像的那樣處理 不太可能 主席對藍白河有信心嗎 因為接下來 進來討論談的 好像有點卡住的感覺 沒有錯 藍白河到目前為止 好像看不到有一個 進一步的進展 大家都很憂心 但是我們相信 全民會給他們壓力 而且 而且我們國民黨的主席 也已經提出了一個方案 我相信在最近之內 一定是在全民的一個壓力之下 下架民進黨的這樣一個期許之下 一定會讓藍白有一個非常妥協的 而且非常正確的 而且能夠調和的一個道路 一個想法出來 我相信 11月 10月談 11月一定會日漸明朗 因為這是我們共同的理想 共同目標 下架民進黨 國民黨有可能當副選 我覺得這些都言之過早了 因為我們覺得民調 當然不能夠決定一切 大家可能知道很多次的選舉 民調是一回事 選出來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民調是不是真正的可靠 這也是值得我們一個憂慮的 所以我覺得凡事不能只靠民調 可能還有很多綜合的方面 比如說柯P也講過了 柯文哲也講過了 這個不是一個權位的分配 而是理念的結合 既然是理念的結合 我們是不是要把彼此之間的理念 說清楚 講明白 如果說兩個人勉強 我們想湊合在一起 但是思想不一樣 路線不同 那麼我覺得這個核 也是一個表面的核 所以大家要彻彻底底的 要談清楚 到底我們想要做什麼 到底我們有什麼樣的方式 有什麼樣的理念 將來合作之後 能夠讓百姓覺得說 那是值得我們安心的 更信任的 這樣才能夠真正的下架民進黨 韓國瑜現在也出手 然後已經用柯文球見面 就有信心 就是覺得他能夠扮演統統這個角色 當然我們很希望 當然很希望是有這樣一個好的結果 但是結果沒有出來之前 一切都是多講的 主席想要請教一下 就是說 禮拜天跟韓市長見面 那見面的時候有聊到什麼樣的題目嗎 是不是關於藍白客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我跟韓國瑜 就算在不同的政黨不同的陣營 但是畢竟還是朋友 所以我也很多年沒有看到他 所以 有時候 就見面聊聊天 而且 本來很早就有約他了 但是後來他出國 後來變成我出國 最近才好不容易有機會可以見面 你說聊什麼 東聊西聊 朋友聊天什麼都聊 從那個 中美 中美國際局勢是談到哪裡都有 什麼都有談到 有特別談到就是 藍白合作部分嗎 因為韓市長 好像是要來當這個 藍白盒的統括 有特別聊到這一塊嗎 他當然是希望說再一個合作 那我就問他 那怎麼合作 現在每天都被國民黨 請呢 要這個藍白合 那阿伯您提出要做民調 他們又不願意 整天說自己家大業大 泱泱大黨 那選舉是票多的贏啊 那所以其實我是希望您 一無反顧平一次 與其合 倒不如看情況 也不一定要合 因為我支持您選到底 我的問題就是說 有一定要合嗎 非合不可嗎 謝謝 謝謝 其實這樣啦 剛才那個這樣 台灣有35%人當然是支持賴清德 可是有65%人是反對 那個民進黨繼續執政 所以是這樣啦 今天如果我們是個內閣制的國家 這個都不是問題 當然今天我們不是一個內閣制的國家 而且還有一點啦 我們的總統選制 也不像華國 華國是選出來以後 如果沒有人單獨過半 就要有選票最高的兩個 再投第二輪 要確定有一個人是過半以後 他代表一個過半的民意才當總統 我們台灣不是嘛 如果是三族選 應該有可能當選的只有38% 四族的人選 恐怕真的會掉到35%以下 所以這 如果只有35%以下的人支持 那就變成 就變成少數去統治多數 這的確是個問題啦 那不過是這樣啦 這件事情我也一直在思考 你知道 所以一開始要說 比賽要有比賽規則嘛 民眾黨是可以跟大家合作 今天是這樣啦 所謂的藍白合的問題就是說 不然你講嘛 總要有個比賽規則嘛 你國民黨不可以說 我沒有比賽規則 但是我要合 奇怪 哪有這一回事了吧 不然你國民黨你自己講 要怎麼 他們從來不提出比賽規則 我說好 你說你不提出 那我提出 比民調 贏的人當政 輸的人喔 就不要 輸的人可以自己選那個 推薦副總統 然後 再由這個 這 贏的人喔 來 綜合考量喔 對這個選舉是不是 贏的機會最大 這是聽起來就比較合理的一個比賽規則嘛 如果你國民黨不同意 不然你講啊 你要怎麼比賽啊 你今天哪有說 欸我不要比民調 我要當政的 那你乾脆說 那你乾脆說 你整個房子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是這樣啦 民眾黨 可以跟每個人合作 民眾黨只希望說 有一個公平的對待 這樣就好了 但是 所以我相信在這一段時間 大家會開始思考說 怎麼去做出對台灣人民最好的決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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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